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东北东方是第六号台风, 青度台风卡努, 以及在我们的东方遥远的海面上, 是今天早上八点刚行程的第七号台风蓝恩, 至于台湾附近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台风未来的路径的变化。 这是今天早上八点的路径前视图。 首先,看到距离我们还是不太远的第六号台风, 青度台风卡努, 早上八点的位置是在台北东方大约一千零二十公里的海面上, 如果往偏北的方向移动, 在今天明天甚至到后天会从日本九州西方的海面 一直往韩国的方向移动, 提醒各位朋友, 如果这几天要去日本韩国游玩的话, 请注意一下会不会受到这台风影响到交通或者行程。 另外,就今天早上八点才行程的第七号台风蓝恩, 它的位置是在台北东方大约两千八百公里的海面上, 如果未来它会往日本的方向移动。 这是两个台风的状况。 至于我们这边的天气呢, 来看看雷达回坡图。 从昨天到今天, 大家应该都有注意到, 在西南边因为受到西南风影响, 不断地有雷达回坡行程, 甚至移近陆地, 有些移近陆地到山区还有增强的现象。 昨天到今天, 西南部地区陆续一直下着雨, 像今天清晨到现在, 加以以南地区, 它普遍也出现石雨量40毫米到60毫米的石雨量。 另外呢, 我们预估其他地方在今天中午以后, 也会有午后的对流云气形成。 所以在这种天气形态之下, 我们来看一看未来一周的降雨情况。 今天明天两天, 在西南风的影响之下, 中南部地区和台东地区有局部短暂性的震雨或是雷雨。 而且我们从雷达回坡上也可以看到, 瞬间的强降雨依旧会产生。 就以这样的震雨来说, 气象局今天持续发布了豪雨特报, 提醒大家到目前为止, 我们预估的短时间之内, 在嘉义引南地区, 还有台东山区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其中在南部地区, 目前我们预估是在屏东地区, 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甚至局部性的豪雨。 而至于其他地区, 我们预估在北部和静门澎湖, 间断断续续有些短暂性的震雨。 其他各地早上云量多, 中间稍微透光, 但中午以后会是午后的局部雷震雨。 至于在星期四、星期五两天, 其他差异和我们这两天比较起来, 水气更多了。 水气更多表示, 下雨的情况会更为明显。 我们预估星期四、星期五两天, 北部中南部地区, 澎湖金门马祖会下局部性的短暂震雨或雷雨, 其中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性的大雨。 而至于东半部地区, 则是属于午后震雨的天气情况。 当然其中会不会出现更强的对流云系, 造成更明显的雨势, 气象局持续观察。 在之后周末开始, 如果我们所预期的话, 西南风会减弱, 所以降雨会稍微缓和一些些, 但是仍然受到西南风影响, 因此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 还是整天断断续续有些零星短暂的下雨, 而其他各地可以看待阳光, 中午以后会有些局部的午后震雨。 提醒大家, 今天到星期五, 由于比较容易有短言时, 强降雨或容易出现大雨或局部性豪雨, 所以气象就会随着实际的降雨, 甚至雷达会不会发展, 随时会发布大雨豪雨特报或大雷雨即时讯息, 提醒大家多多留意。 至于在温度方面, 今天不少地方的温度不会像昨天那么炽热, 但是各地还是比较闷, 我们于湖北部东半部高温大约在34度、35度左右, 中南部澎湖金门马祖则在31度到33度, 目前我们针对宜兰花莲台东还是发布高温资讯, 其中在花莲, 因为今天是连续第三天可能出现38度的高温了, 所以我们是用红色灯号提醒大家, 另外在台东则是连续第三天可能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 我们也用橙色灯号提醒, 提醒在东半部的朋友注意今天还是会有高温情况产生, 那未来虽然云量增多, 降雨的情况比较明显, 可是天气还是闷热的。 最后提醒大家, 卡努台风距离我们并不太远, 所以长浪情况还是有, 在今天明天两天, 金融北海岸沿海, 东半部沿海, 包括绿岛蓝雨, 仍然会有长浪的情形。 这两天现在风影响容易下雨, 提醒大家外出西带雨具, 而且天气依旧是闷热, 有时候还是觉得雨较热, 提醒大家也要适时补充水分, 外出有时候要做好防晒工作, 避免热伤害。 再来最近其实从很多新闻报道, 可以看到很多旱事产生, 过去台风来已经给我们, 尤其山区带来很多的降雨, 而这两天, 这三天的雨还是持续下, 讲到现在的海象状况还是不理想,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要从事山区和海边的活动, 一定要特别小心, 尤其要注意我们最新的预报。 以上是今天早上最新的说明。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 就行从目的朝派 EL10给大家听到, 赚 noted, 施了鼓屏网如资�显克斯坚, 可是还是有空带门法熟哥被劳点了,